据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从3月25号零时起 该省除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厄通道管控 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去武汉约60公里的校感 是武汉之外全国疫情第二重的城市 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518例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 赴校感支援医疗队近期已陆续撤离 中心社记者在赴校感实地探访中看到 市区车辆人流已经逐渐多了起来 在解封后的中北仓储超市门口 有序排队等候购物的民众 循环播放的温馨提示 慢慢唤起大家对校感这座城市熟悉的记忆 超市内市民黄女士告诉记者 这是他们一家四口解封后 第一次进入超市采购食材 她表示解封后非常开心 准备买几条鱼回家 做全家人都爱吃的酸菜鱼 之前就是在家里就不让出门了 因为疫情太严重了呀 现在的话就出门得方便点 就出来买点东西 据中北仓储校感购物广场 百货用品经理陆立平介绍 超市此前仅接受团购 如今已对居民个人开放 目前每天都有专人对 储物柜购物车等进行消杀 为避免人员聚集 超市方实行健康码 测体温分流进出 对于一些散装食品 超市的工作人员仍采用带装 以避免购物的民众手部直接接触 记者在校感市一家购物中心走访时看到 该中心内的一家同装店 为减轻疫情造成的营业损失 店员会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 满足顾客云逛店 并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通过直播或通过视频 就是说直接视频电话 可以去跟一些老顾客做一些微信 我们会服务到客户 然后给顾客送到家里去 校感市校南区 是中国生活用纸生产基地 维达 金鸿叶 恒安 中顺四大纸业巨头 均落户于此 有中华纸都之称 在维达纸业记者看到 车间内的自动化生产线一片繁忙 维达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熊玉芳介绍 企业已于3月11号正式复工 在复工前 对厂区都进行了全面的消杀准备 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两不误 据介绍 在厂区入口 员工需经过装有红外侧问仪的消毒通道 在完成体温登记 手部消毒后进入厂区 平时可容纳300人同时就餐的员工餐厅 已被改造成单人单桌形式 员工实行分批用餐制 校感市经信局数据显示 截至3月23号 全市已有110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占全市归上企业的94.1% 其中 校南区植品 食品饮料 汽车零部件 平均复产率75%以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program 2022 制作人员工复产率 shift 风ATA 词